哈喽好朋友们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水豹肚的做法 个人做法不比专业 但是非常好吃 这个水豹肚也叫毛肚 百叶怎么叫都可以 买一块是处理干净的 咱们回来简单清洗 锅里烧水 水烧开之后 咱把这个肚放入锅内给它烫一下 就20秒左右 你不要烫时间很长 烫老了它就硬捏咬不动 捞出来洗净 给它切成丝 装入一个碗中 准备点香菜末 香葱末 准备圆葱 切成末 再准备点蒜泥 咱们准备一个空碗 加入一勺到两勺的这个芝麻酱 加入温水和盐 给它调馅开 再准备一个空碗 咱们呢 加入两勺到三勺的鲜酱油 再加入一些陈醋 或者是这个香醋 加入少许的白糖 加少许的盐 盐就少放一些 就可以了啊 然后把刚刚准备好的蒜末呢 放入这个酱油汁里啊 给它拌均匀 然后呢 咱把调好的那个芝麻酱啊 一大半倒入这个碗中 然后葱花 香菜末 原葱啊 放入上去 然后把调好的那个蒜酱汁 倒入上去 最后呢 再淋上一层芝麻酱 能吃辣椒油啊 麻油的这些呢 咱们最后一尔呢 最后放上一些 然后呢 你给它拌一拌 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好吃 有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试着做一下啊 这个呢 就属于个人做法 不喜悟喷 嗯 咱们就属于